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呢 现在是正式开始了 我们看到的是 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 第一阶段小组赛 中国队对阵菲律宾队的比赛 在场上呢 身穿着一身红色战袍的 这是中国队 施洛克的脚下球被断了 中国队的机会来了 内切选择直接大猛 其实中国队还是在这个前场的 这个反抢完以后的组织进攻的话 我想这样的机会会更多 而且对方的这个防守 没有形成组织的话 我们这个可能进球的概率会比较大 我们的个人能力还是要强过他的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 在随时由球员自己来过去拿 张细哲角球给前点 进球里的投球攻门 对方的7号奥特的上抢 已经是到了中国队的进区前 中国队退防的过程当中 第一时间保护不错 外围直接的一招远射 同班来协助防守 就这么机会 找球打到前点 直接的甩投攻门 这球顶得薄了一点 投球顶高 后防线上的5号 塔比纳斯和3号莫尔加 两人来打双中位 但是他的左边后卫 20号肯普特基本上 然后右边18号赖歇尔特 上下往返的位置要更大一些 这个球危险 刚才严峻林的出击 第一落点并没有能够把球打远 让对方形成了一次攻门的机会 好在中队在门前还有防守球员 再看一下这一次对方的有威胁进攻是怎么形成的 也不太好找这个中间的这个 好球就有机会打猫 非常可惜啊 这个战术也出来了 和上场几乎是一样的 有球时候的传接固然重要 但是无球球员的这种跑动 又一个拉伤 这可能就刚才那个拉伤球员 先看一下中队的这一次进攻 进去正面可以起脚了 传一下非常 如果物理都会传给唐苗 这球是最漂亮的 好的 中队在前场断球了 无锡 这种前叉天是我们就需要了 对 我们要抓着这一机会 如磊 等待经营的队友 裁判没名哨 比赛还在继续 金西坤去年的第二阶段的联赛 还来到了中国 执法了多场中超联赛的关键比赛 刀刀不离后脑勺 对方特别在中场 这个放手很凶狠 不知不觉上半时已经是打到40分钟了 中队的脚球打进去 终于顶到了第一落点 但是这个球顶得有点直上直下 来自于张林鹏 持续持下压力 张希哲的个人突破 这球传过去了 有没有机会 这球已经是进去了 摊开孔刀 裁判这边已经是名哨了 艾克森示意的对手在拉拽着他的球衣 再看一下 看着菲律宾队是帅的这个尔克森的球衣 但是可能是之前的反规 这球送的位置很不错 很好 这个前面没没看到 但知道这个动作不应该是反规 张林鹏大队的长城转移 吴兴涵 这次他特点出来了 中度包抄 横向我们先改 这边有机会 这球也打在了艾克森的身上 这是中部队这场比赛 打到现在为止最好的一次机会 吴兴涵停球调整 然后接下来加速 突破对方的防守 往中间给 这都非常漂亮 我们自己的 好的进行到 中场的上墙进行到 对好的 好的 这是我们 三打三 无理真的 来自三 这球进去了 哦点球 对方没得说了 扑倒无蓝 一定点球 这就是无理的特点 他的前叉 他的速度 这是没得说了 连续两场比赛 在球队最困难 最关键的时刻 无理都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和突破 制造了点球 所以一定要让无理 更多的正面去面对球 让他体验他的速度 埃克森这个传球的机会呢 也是选择的恰到好处 乌磊来亲自主罚 自己创造的这个点球 乌磊助跑 打门 球进了 漂亮 56分钟 中队终于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乌磊 这球打得非常 乌磊的这个点球打得太冷静了 完全通过自己的跑位 还有节奏的变化 骗过了对方的门将 他一直观察着手面的动向 然后稳稳地把球推进了球门的死角 看看这个任修 埃克森任修选择了直接打门 就是现在欧洲的主流球队 一方面他要找一个脚下的技术更加细腻 能从中复位的位置就直接出球来组织进攻的这样的球员 如果没有的话呢 经常我们还能够看到后腰会回撤回来 对回撤 再两 哎这球 有了 改刀远端 无形寒打球 冲进了 有了 值时间问题 冲进了 65分钟 无形寒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场 再看啊 这球船的位置是真好 两个边路联系 唐苗 唐苗今天啊 唐苗今天至少做出了两位数的传终尝试 45度角的斜传 倒三角的回传 低平传 但是这一次做的是最有创意 也是效果到现在为止最好的 除了首发出场的队长无锡之外 剩下的首发的另外三名中场球员全部被换下了 X3不断地在观察不久的位置 这个球传的 用外脚被推着往前传 这不是一个合理的传球选择 其实还可以再调整一下通过 过顶的长团 这边机会也出来了 调整 倒三角 传球 顺势打磨 有江江的偏出 几乎没有减速 连弯动也出来了 明天 叶洪博两个替补上来的球员完成了一次很好的配合 来自于韩国的主裁办金西坤 这时候三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中国队最终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打进两球 2比0的比分击败了菲律宾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一次四十强赛重新开赛以来 中国队连续两场比赛都是全取三分 拿到了两年兽 拿到了两年兽